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商务部10月开始调查,台积电是否仍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生产晶片,尤其是涉及遭到白手套中介的方式,虽非直接供货,仍可能违反美国2020年生效的制裁措施。 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近几周也中国客户进行全面检视,并对有可疑晶片订单的数个客户断供。 在此背景之下,科技新闻网站BeInformation报道,中国官员曾就美国调查和可能紧锁出口管制仪式询问台积电,报道点出, 尽管台积电力拼成为半导体界的瑞士,也就是采取中立角色,但加在美中紧张情势之间,这样的努力难度不小。 根据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近期,中国官员曾洽询台积电主管有关美方调查,以及美国可能紧锁未来出口管制。 台积电向中国官员表示,美国发出命令,台积电只能照办,但台积电主管保证,该公司完全遵照美方规定,不会做得更多。 报道指出,台积电在小心翼翼遵照美国规定的同时,也竭尽所能避免触怒北京,因为台积电在中国营运两座晶圆厂,为当地客户制造晶片,如果与中国官方关系破裂,可能立即冲击其获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美国大选期间,曾指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生意,随着川普2.0时代将至,外界关切台积电先进制成,恐将被迫提早赴美设厂。 经济部长郭志辉日前在立法院表示,台积电2奈米迟早会在美国生产,但最先进和关键技术仍会留在台湾。 美国新任当选总统川普将二度入主白宫,外界都在预期,台积电先进制成,恐被要求提早赴美投资。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台积电在台湾的2奈米先进制成,预计2025年量产。 届时,2奈米制成是否扩散至其他民主国家可以讨论。 吴成文当时强调,国科会和经济部立场一样,半导体制造最先进制成,以及研发中心都要留在台湾。 国科会11月下旬召开的委员会议记者会。 媒体关切,台湾对于台积电先进制成赴美设厂看法。 吴成文表示,目前台积电已量产的最先进制成是3奈米,根据台积电发表时程,2奈米预计2025年底量产。 之后,台积电进入下阶段新制成,届时可以讨论,2奈米制成是否往其他友好,民主国家扩散。 对于媒体询问,是否担心台湾半导体技术及产业因此空洞化? 吴成文回答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台积电所有的研发设施都位于台湾。 台积电下阶段制成研发已启动,且是在确定2奈米制成量产后,才会考虑让2奈米制成外衣。 外界解读,此做法仍维持现行台湾对于半导体海外投资N-1的管制原则。 尽管晶片法案鼓励台积电在美国设立制造工厂, 类似的举措也吸引了该公司前往日本等其他国家, 但这些交易并未促成台积电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 吴成文说明,先进制成技术的研发一定会留在台湾, 研发成功以后,台湾也会愿意将之扩散到友好国家,协助其建厂。 对于川普曾指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生意, 吴成文指出,川普竞选期间言论提及抢走,应该是半开玩笑。 吴成文表示,事实上,半导体涵盖设计、材料、设备、原件、制造、理论等是复杂体系, 所谓技术不能单纯简化到只有制造,从整体来讲,目前全世界最领先的仍是美国, 但台湾在半导体的制造量、量率、获利能力方面,台积电绝对居全世界独一无二地位。 吴成文强调,台湾并没有抢走美国的半导体技术, 台湾半导体制造技术的能力,是台积电从2000年左右决定投入先进制成的研发开始, 一步步拥有相关专利,这些专利是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 他说,台积电只是专注在半导体制造, 其制造技术如今是独一无二,是做的最好的公司, 因此各国都找台积电合作。 另外,台积电成立37年来,明年第一季将首度遗失美国召开, 此消息震撼业界。 台湾国发会主委,同时身兼台积电董事的刘敬青, 月前在立法院表示, 他已收到明年2月赴美参加台积电董事会的通知, 证实业界传言属实。 据自由财经报道,业界分析人士指出, 国际性公司将董事会选址国外举行, 让董事们有机会实地考察新厂运作情形, 实属合情合理,且有潜力可循。 由于川普将于1月20日宣誓就职, 而台积电美国厂预计于明年第一季量产, 董事会选择在美国举行,或许包含政治考量。 川普上任后所寄出的关税或制裁政策, 对台积电营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台积电已成为全球晶圆代工领头羊, 其制程技术超越英特尔和三星。 截至11月下旬,外资持股比例高达73%, 累计持股于1900万张股票。 另外,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威胁取消承诺的 晶片法案联邦资金后, 韩国两大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 显然急于获得美国对其近年来大规模设施投资的补贴。 近日,Vivik Romansfamia办事了削减晶片法案补贴的可能性。 Romansfamia是川普挑选的与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共同领导尼中的美国政府效率部的领导人之一。 他表示,根据个人退休账户法案和晶片支付安全保护法案 提供的浪费性补贴将在1月20日之前被迅速取消。 川普曾批评拜登的晶片法案太糟糕了, 声称关税是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关键, 但他尚未提出对该法案的具体修改。 在美国政策可能出现逆转之前, 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 已承诺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建造两座新的先进晶片制造工厂, 希望获得高达64亿美元的联邦资金。 SK海力士也计划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投资38.7亿美元, 建造一座晶片封装厂, 拜登政府已承诺提供高达4.5亿美元的直接资金。 根据晶片法案,台积电,格罗芳德, Rocket Lab,Bay Systems和英特尔这五家晶片制造商, 已获得总计超过160亿美元的补助。 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是三家仍在努力 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完成交易的公司。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 但按照承诺提供资金的可能性似乎很大。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是, 他希望在他们离开时, 能够真正得到几乎所有的资金, 当然希望完成所有与大型前沿公司相关的重大公告。 考虑到美国科技巨头, 高度依赖三星和SK海力士生产的先进晶片, 行业观察人士对补贴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韩国响明大学系统半导体工程教授李中焕表示, 川普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人物, 但补贴对于将全球晶片制造商固定在美国本土至关重要。 美国科技巨头需要这些先进的晶片, 不过三星可能会像英特尔一样, 看到承诺的补贴有所减少。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